為你評價收走酒走 我是Ken 我是Eugenia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今天的聖誕特別版節目 今天我們給大家介紹這個期待已久的我們的山崎十二年 Yamazaki 12 Years Single Malt Japanese Whiskey 欠大家好久了 十二年的山崎 從我們開播第一期做的第一個山崎五年份 到現在已經事隔六個月了 也非常感謝所有的觀眾朋友給我們的支持和關注 First of all Merry Christmas to everyone Merry Christmas 聖誕快樂 因為我知道我們這個聖誕節 也給大家帶一些特別的地方 好 喜歡這個視頻的朋友們請給我們點贊 Smash the like button 支持我們在這裡非常感謝大家 已經不知不覺我們的頻道也做了將近有二十七的視頻 開播六月份的時候 七月份的時候 七月份第一個視頻到十二月底 到現在2020年的年底 已經不知不覺已經過了六個月 也非常感謝大家給我們的支持 我們的訂閱量也一直在蹭蹭蹭蹭的上漲 看來我們其實一開始在開這個頻道的時候 也是有很多的各種各樣的雜音 在腦子裡面有各種各樣的想法 就是這個頻道到底怎麼做啊 怎麼做的不一樣啊 然後已經有那麼多人在介紹威士忌了 到底我們有沒有我們自己屬於我們自己的地方 所以後來我們還是覺得 這個頻道是大家的嘛 那既然是我們亞洲人 我們講華語的人 在一起品嚐著 日本威士忌 台灣威士忌 蘇格蘭威士忌 美國威士忌 然後來交流一下我們的心得 這個其實是我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同樣我們自己也不是威士忌的專家 也是想通過這樣的頻道 跟更多人達成一個交流 希望這個也變成大家 飲酒品酒適合遠方的一個交流的平台 適合遠方一個必不可少的元素 對是 好 Yamasaki當然這瓶酒我們再熟悉不過了 第一期我們就介紹了 這瓶是Yamasaki12 years 售價當然是相對並不便宜 不過沒關係 十二年的酒 今天我們給大家介紹他的儒山真面目 好首先呢 這個是我們在澳大利亞買的 這是海外版的威士忌 Yamasaki12 years 因為今天疫情的關係嘛 沒有辦法去到日本本地 所以就只能用澳洲的物價給大家買了這一瓶 是的 那這後面也是有一個介紹還有Tasting note 當然我們按照我們的慣例 先講講我們自己的感受 然後看看Tasting note 是不是跟我們接近 Yamasaki是來自於三德利公司的 Yamasaki是這個Distillery的名字 三選人鳥井姓志郎呢 在山提這個地方 也就是在京都和這個大阪中間呢 建立了一個Distillery蒸留酒廠 在1923年建立 Yamasaki酒莊應該是出了第一瓶日本的威士忌 日本的威士忌 就那個老的瓶子還在他們那個酒廠的那個博物館裡面放著 我還是想去回憶一下當時我們去這個YamasakiDistillery的一些事情 比如說之前我們去參觀了它整個釀酒的一個process 包括我們去到它的盛放酒桶的地方 然後看到有很多的這個海坑裡面的一個它的維護酒桶的這個 Coupa Coupa 然後它好像是去paint所有的酒桶上面Yamasaki的那個名字 按了一個stand on it Yeah He's the only guy 但是在這方面確實日本這個蒸留酒廠在觀光這一方面 文化宣傳這方面確實是做得很不錯的 然後在國際上也是數一數二的這樣子的一個檔次 世界級的這種宣傳 他們的這個蒸留酒廠都是像museum一樣非常非常注重傳承和教育 這點是我們都非常驚訝的地方 As a tourist or whiskey lovers 我們自己本身的感受也是非常非常的positive 就是整個整一天的參觀下來 我們覺得這一趟絕對沒有白來 好那說了這麼多 我們就給大家揭曉它的真正面目神秘面紗 非常漂亮 對它那個label上面是像香精編的那一種金箔 給人一種很royal的感覺 就感覺就是像那種不會以實在的變遷而過時的一個這樣的設計 就給我個人的感覺 royal我倒沒覺得 但是我就覺得它非常的classy 非常的貴 然後就是那種一看 這東西就是有歷史的滄桑 對 然後很有很不便宜的那種感覺 對 金錢的味道 對 我還記得我們當時在大阪住酒店的時候 他們酒店的mini bar 有三七十二年的一個50毫升 然後是第一次看到日威出現在酒店的mini bar裡面 是 然後還是超級清明的價格 嗯 而且我覺得從整款酒的包裝啊 和它的用紙 包括這些金鞭都非常有烤酒 所以為什麼這瓶酒貴 也是有相對來說它貴了道理的啊 不過其實也有點太貴 哈哈 好我們給大家 而且越來越貴 是而且越來越貴 對 好我們給大家開屏 那顏色 Amber Gold Warm Amber 確實品嘗了這麼多威士忌 看了這麼多tasting的人 學到了很多單詞啊 哈哈 嗯 好香啊 好香啊 非常渾厚 它這種香是 對 然後我可以聞到一些 類似有Oloroso cask的味道 OK 好香香甜的味道 它就有Mizunara cask 它就有這個水油桶 對 那適合就是適合東方人的那一種 香甜的味道 我覺得是適合所有人啊 不僅僅是適合東方人 乾的水果 有蜂蜜的香味 有太非糖的香味 caramel 新鮮蘋果和梨 嗯對 有 有 第二次聞的時候有 但第一次聞的時候是caramel honey 對這種 濃厚的味道 非常豐富 不錯 乾杯 這個入口明顯就比之前我們開的一瓶有深度 對 它是不讓你第一眼就見識它爐上真面目的感覺 需要點時間 但我喝了幾口 因為跟之前幾款蘇薇來比較的話 也是因為它十二年的關係 我倒覺得 這瓶酒 taste起來 有一種 young的感覺 有一種年輕的感覺 oh really ok 我並沒有taste到那麼成年 是啊 我反而想說它給我有一種超越於十二年的威士忌的感覺 嗯 這種感覺我完全沒有 我覺得它更新鮮 更young very fruity 更多的水果的清新 爽口 refreshing 更多這樣的東西 嗯 但是也夾雜了一些時間給它的成年 對 就可以taste出一點 哦那種rich的flavor 就是 呃 caramel啊 包括honey的這種 包括dates 枣味啊 這些就是rich的東西有在 那給你一點點 但是更多的是 fruity 水果的新鮮味 這種果圓水果的感受 所以還是跟之前我們 呃之前我們開的那個三期的 挺像的喔 包括那個mizunara 所以這可能是mizunara的一個character 非常像 嗯非常像 但它在那個基礎上又更深沉了 又深沉了一點 嗯 也是因為這是一個木桶 還有這個年份 賜予它的一個 more characters 好 它在口中有develop 呃 在口中有這種develop 嗯 你可以慢慢去感受它 呃 在舌頭味蕾的後方 有帶那麼甜甜的感覺 我覺得有一種vanilla的味道 來vanilla 眼線出來了 怎麼可以把香草味給忘了 點creamy vanilla 有點香草 cinnaman 嗯 有一點點 vanilla 絕對vanilla 蛇根像vanilla 蛇尖像桂皮 我覺得 anyway OK 好我們來看一下tasting notes 上面的陳述啊 Color pure gold 我覺得相對來說比go要深一點 比go要深 對 好香啊 peach pineapple grapefruit clove candy candy orange vanilla mizunara 是不是跟之前那個 non-age statement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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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ilar 啊非常像那一瓶 我們之前第一期開的那個Yamazaki 五年份的那瓶啊 嗯 所以我覺得其實因為夏年 它是不是停產了沒有停產嘛 沒有沒有停產但是相對來說比較稀有啊 而且價格比較昂貴 其實一般來說我們去買三匹的酒 其實就買那一瓶 呃五年份的就可以了 嗯 我覺得了我覺得就是建議大家買那個五年份 價格上面比較好接受 這瓶就是有點 呃可能日圍的粉絲會去進行收藏 嗯 但在平時一個casual drink 可能就沒有那種性價比啊 對 pallet coconut 我記得這個 cranberry 每年份的那一瓶他也有說coconut Exactly I remember that coconut cranberry butter 他沒有說butter 那個沒有說butter 那個沒有說butter 但是cranberry和coconut都有講 所以多一個butter多幾百塊錢 哈哈哈哈 finish sweet ginger 哦 我想到sweet ginger我就想到olerosso cask 想到macallon 那個就是cinnamon and long finish yeah pretty long finish 嗯 very good 我覺得基本上這些說了以後都可以體驗出來啊 嗯 rich 可能也代表他裡面的這種油 然後這個威士忌裡面是這種油 嗯 好喝啊12年 我現在越喝還是有很不一樣的 因為他的酒精的沖感少很多 而越喝又覺得他很潤口 非常潤口 然後喝到最後 因為你一般就是喝年份相對比較 就一般喝威士忌都會覺得很沖啊 有點酒精沖感 但是他越喝越到後面就覺得好潤滑 越喝越圓 圓潤的感覺 有點就是那種你喝就是蜂蜜那種 那種濕滑的那種在口中哇躺下去 很圓潤 然後你可以 you know make sure you 你的咳嗽都治療好了的那種感覺 it's probably the b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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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exactly like the butter it's worth two-three hundred dollars it's worth two-three hundred dollars right there ok 我剛反而突然一瞬間有一陣 ginger的味道 成我口 成我 成我 蛇根 developed 出來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眼線現象 就是 這些 tasting呢 其實會把你啊 往這些方面引 right 就是他 mention 了這些 words 以後 他會把你的 大腦 大腦 往這些方向上去想 欸 你好像確實有那麼一點點喔 有一種這種心理作用 placible effect for sure for sure 但 我剛說回之前那句話 還是有買十二年的必要的 他確實是有一點混合 他確實到最後是有那種圓潤舒滑 絲般的感覺 的順口 他的complexity 絕對比五年份的那一款要高 因為我們一直 對吧 我們一直在覺得有新的taste 我不覺得是complexity I'll disagree I'll disagree with you here 我覺得從一個complexity的level 從一個複雜的那種多個taste的level 非常接近於五年份 但是他比五緣份 要容易下口很多 就像你加入了butter 加入了蜂蜜 那種順口的感覺 我可能覺得 我可能覺得 for me is the complexity difference 因為我印象中 山西梅年份的那一瓶 他的水果味 青草味 清新的地方都有 但是他沒有the next level 比如說像什麼薑啊 spiciness 我到現在還沒有 其實我到現在還沒有taste出薑的味道 有我剛剛有一點 我就覺得他越喝越濃 越喝越rich oh my god what is rich? elaborate what's rich? what's rich? ok I'll tell you what's rich I'll tell you exactly what rich is ok 我這麼去想吧 我這麼去講 譬如說 你看到那種濃漿 那種糖漿 嗯 那種稠稠的糖漿 right? rich就是那個糖漿 就那個糖漿 讓它變得 它可以自己滑進去 你把它沖一點水 把那個糖漿沖一點水 然後用條根去調一條 那個就是less rich ok 所以是那種類似於油一樣 像butter一樣 能夠把這種flavor 全部滑進去的那種 感覺 that's the richness believe that it's Yamazaki time 所以到頭來還是熔液濃度的問題啊 in chemistry terms in chemistry 熔液濃度 but um it's plus some oil content that's what your man plus some oil content it's the Yamazaki time it's obvious beautiful 好香 越聞越香 好 好香啊 Yamazaki 12 years 多少錢 現在的市場就好像快400澳幣了吧 我要update一下 這個是recommended retail price 對 400澳幣 oh my god 因為我記得大概一年前買它 當時的retail price是300澳幣 你也知道它每年都在漲每年都在漲 每年都在漲 好像300多澳幣 沒有reduce score 300多澳幣吧 對 就包括我們我們之前不在日本也看到嗎 基本上也要賣2萬多日幣 基本上換算出來跟海外能賣到價沒有差太多了 嗯 很有趣 那 接近於400澳幣的Yamazaki 12年 你給它打8分 oh so hard 因為taste-wise我真的想給它打個9點8分的 9點8分 no taste if I don't think about the price taste我還可以真的給慢高分呢 so it's very hard to pay 所以你的意思它的taste接近於完美 對 它taste for me personally 我覺得蠻好喝的 接近於完美啊 哇 但是有price的話 可能那沒辦法 那要這樣點分了 9分吧 9分 9分 我覺得對 taste還是很不錯的 嗯 suntory time it's suntory time 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for什麼times for relaxation time it's suntory time Bill Murray Loss in translation 這是西方人認識日本威士忌的開始 是一個標誌性世界 Loss in translation Loss in translation 等一下我們可以把視頻畫到這邊 如果沒有任何的copyright issue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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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不說 第一口喝上去 其實我不想給它很高的分 我覺得可能在7分到8分左右 嗯 但是 我覺得越喝 我越想給 更高的分數 嗯 我給它打9分 因為它入口的感受 從第一口可能沒有那麼明顯的感覺 但是越喝會覺得它越渾厚 越喝會覺得它越爽口 這種酒是好酒 所以呢 嗯 價格確實擺在那邊 嗯 所以心疼是心疼的 但是呢 呃 我覺得 呃 有一點也 價格同時也 加入了它 好酒的 一部分 因為可能因為這個價格 你會對 它的期待值會增加 而且當這個期待值 當對它的這種期待 可以滿足你的時候 當你喝到這個 我覺得這個 確實是有它貴的道理 這個不容易 嗯 這個不容易 你可以把任何一樣的東西 變成很貴很貴 對不對 你只要把它炒高一點 或者你把它就是價格定高一點 就行了 但是你說喝完以後 好像確實值300多塊錢的價格 那這個不容易 那我覺得這瓶酒有做到這個 對我覺得 嗯我覺得它沒有讓我們失望的 它沒有讓我失望 我覺得300多塊 它有做到這個 那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給它高分酒分的原因 但是你說實話 300塊錢 確實可以買很多好的酒啊 對 Glain Farkless 甚至可以買到25年啊 嗯 包括很多的其他的酒 都可以買到20年25年左右的酒 拿300多塊錢 對不對 400塊錢LB 那你憑什麼三期12年就可以做這麼高 哎 它沒有讓我失望 那所以 我想給它9分的高分 我覺得不足為國 非常好 對 所以品牆的角度來說 我個人還是非常推薦這一款的 當然就像 you know buy yourself a Christmas gift or something 對吧 對 其實說實話 你平時我們喝酒的話 真的就買那個5年份的就夠了 嗯 5年份就夠了 這位朋友 if you wanna go a little bit above and beyond 你對他有那麼一點點的要求的話 三期12年推薦給你 here you go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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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tory time 啊 我們要把影片送給Santory 哈哈哈哈 santory time 嗯 有tropical fruit pineapple ok 我們節目開播到現在 確實已經經歷了六個月了 當然也是非常感謝 這麼多的朋友們給我們的支持 我們有很多的view from 台灣 香港 美國 馬來西亞 新加坡 當然應該也有很多大陸的朋友 可能youtube 不一樣 對不對 呃 澳大利亞等等等等 還有歐洲 歐洲 yeah a lot of people 嗯 非常感謝你們的支持 非常感謝你們的觀看 呃 就像我一直以來說的 這個是大家的平台 right 我們去喝 喝完以後 呃 儘量滿足你的要求 對不對 我們儘量不去想我們工資 呃 我們bank account 儘量去想 哎 滿足大家的要求 這是 希望希望其實 也是對於亞洲酒文化的一種促進 嗯 啊 我希望亞洲的酒可以做到跟歐洲的酒 有同樣的標準 對 或者可以超越他們 或者說做得很好 對吧 就像Yamasaki 嗯 是不是 所以我希望我們可以傳承這種精神 對 嗯 這個就是我覺得 呃 這個三德利或者三騎這個酒可以做得很不錯的地方 就是說 我用你別人的標準 但是我做得比你別人可能更完美 嗯 那這是一種精神啊 對 這是一種厲害的地方 我不要去設置自己的standard 啊 比如說什麼Japanese sake 我知道歐洲人肯定做不出來 Japanese sake they don't care 嗯 嗯 但是我做 scotch 啊 sort of 呃 西方威士忌愛好者對日本威士忌的評價 基本上大家很難挑得出毛病 在日本威士忌裡面 因為他們自己就是那種滿臉的 我就想雞蛋裡挑骨頭挑一個毛病也好 的那種結果他們就說不出來 這個好像西方人就過來 我喜歡做更好的Sushis 比日本人更好 同樣的感覺 所以他們就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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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威士忌的鼻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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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有尊重的 對 好 喜歡我們的這個頻道呢 給我們 subscribe 訂閱 按起小鈴鐺 非常在這裡 再次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也謝謝這麼多已經支持我們的朋友在下面的各種留言 非常我們真的是非常感謝和珍惜每一個朋友們給我們的留言 我們也會認真地去回答大家的問題 大家提了非常多好的問題 也會有提了非常好的這些問題 一些問題 也分享了一些你們自己的知識 在這裡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下一期 好劇透嗎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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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的承諾是要兌現的 給大家的承諾是要兌現的 我們之前說過什麼來著 如果我們積攒到一千個贊 我們就拍這一瓶 I look forward to this if you wanna know what this tastes like subscribe right now and hit like for all our videos subscribe all of the videos OK 三期十二年好喝 請不要 探杯喔 Cheers Merry Christmas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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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